还有一些具体的锻炼的办法 咱们请赵主任来教给大家 来 请上道具 张爱义咱们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好 来 请到台中间来 咱们跟着赵医生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锻炼腿部的力量 先是最重要的骨丝头肌 就是前方的这个肌肉力量 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把这个腿呢 自己伸直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 当然如果你的力量足够好 你可以把手放开 体会自己这个骨丝头肌 开始收缩 开始不舒服 对 坚持住 五 四 三 二 一 可以放回来 我们可以五秒钟做一次 要保持五秒钟 保持五秒钟做一次 那么可以 我会跟别人讲 一天练一百次到两百次 吸回到肌肉的酸痛 那么多次 阿姨可以吗 可以 坚持 对 坚持住五秒钟 当然还可以增加一些难度 比如说接着往上抬 来 伸直往上抬 对 坚持住 五 四 三 二 一 非常好 等同要给个外力 我再向下加压 那么会体会到 这个骨丝头肌肉的收缩 这点很疼 很酸 酸酸的不舒服 这就是锻炼了 骨丝头肌的力量了 张阿姨 对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大家在家里 也可以用这种弹力带 那么这个我来演示 因为力量 可能会需要相应强一些 挡在这个椅子上 那么当这个腿 把它穿过去以后 在脚前面做一个交叉 固定一下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 脱落下去 实际上跟我刚才去 下压腿的做目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给一个阻力 把它伸直 对 体会到这个骨丝头肌肉的收缩 体会到这个肌肉的收缩 也是坚持住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慢慢再放回去 那么这个带子 在这儿就会非常有作用 下一个动作呢 我可以不动它了 那么请您把这个腿呢 伸到这个里面 非常好 下面一个动作 实际上是锻炼我们大腿 后方的这个肌肉 往后拉 我先演示 往后拉 往后拉腿 那么就是为了让 后方的这个肌肉 对抗我们这个力量 您可以坐一下 慢慢往回趋 慢慢往回趋 趋到自己觉得 最大最舒适的一个角度 坚持住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慢慢再放回来 疼吗 张阿姨 有点疼 哪疼 有点疼 我本来这左腿就是坏腿 现在这个腿 这儿还有点又酸又胀 这儿也胀 那要是疼怎么办 需要停下来吗 如果现在在锻炼的过程中 关节觉得不舒服 那么这个锻炼应该停下来 就是我们做肌肉力量锻炼的 一个原则是在运动的构成中 和运动之后 不要产生关节的不适 比如说如果现在张阿姨 她的关节正在不舒服 正在难受的时候 那么就要停下来 比如说现在右腿是好的 这个右腿很 好 坚持住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放松 她没有不舒服 没有 只是感觉到肌肉的酸痛 有点拉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 就是可以做这个锻炼 如果不带弹离带的 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在床上趴在床上 把这个腿呢弯起来 趴在床上 趴在床上 那就是比如想象是这样 就这样弯对吗 对 是这样的 主持人做得非常对 这样 趴上去 然后这样弯 对 阿姨您试一下 你看您扶着这个想象 您现在是在床上趴着 看可不可以弯 可以用右侧的腿 对 就疼的那条腿 阿姨您有疼的那条腿 对 你试一下疼的那条腿 现在疼吗 现在就有点疼了 那怎么办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她的关节在疼痛 是属于炎症期 应该是接受治疗 让她度过这个炎症期 再开始进行 肌肉力量的训练 就是这三个动作 就可以帮我们来 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来稳定膝关节 也可以减少骨关节炎的发生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